為了阻擋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菊到立法院報告 今天一早 國民黨立委們就提前動員封鎖各立法院的路口 但沒想到國民黨立委為了質疑前進議場 甚至多次和民進黨立委爆發激烈衝突 沿見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菊突圍進入議場 國民黨立委蜂擁向議場後門發動攻勢 但民進黨立委嚴正以待 場面一片混亂 還有立委立刻掛材 碰得一聲伴隨玻璃破裂聲響 藍營立委肺宏泰表情凝重 右手手腕血流入住 警方隨即叫派救護車送醫治療 肺宏泰委員受傷比較嚴重 他現在在台大可能韌帶受到傷害 現在可能要做手術 但藍綠雙方戰火沒有停止 上回攻防失利的洪孟凱 這回見到綠營立委就像是看到仇人 不要偷人 不要偷人 洪孟凱伸手架住民進黨立委 中嘉賓的脖子 中嘉賓也不甘示弱 一個反擊從後方壓住洪孟凱 激動到連眼鏡都掉了下來 雙方人馬扭打成一團 台下也是拳腳相向 國民黨總召林維州帶頭喊口號向前衝 與民進黨立委吳秉睿兩人衝突一觸即發 混亂之際綠營質疑有國民黨助理混在其中加入推進民進黨立委蔡宜 與大力一推 瞬間把人彈了倒退好幾步 消失在鏡頭內 蔡宜推人這個動作被私下揶揄架勢十足 彷彿歸派氣功重現 監察院長人士同意案表定十七日表決出力 但朝野全武行升級 能否如期在臨時會處理 如今充滿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